我们下面还看一个这个例子 这是一段这个C代码 我定义了这个XYZ三个全机变量 都是inter型的 都是inter型的 当然前面我不管 我下面有一个这个一符一句 大家说说看这个执行过程是什么 是不是很简单呢 首先要判断这个条件 是吧 看这个条件XYY进行比较 看看它是否成立是吧 就是说里面可以写很复杂的关系词 比如说and什么语等等 可以多个式子表达式 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个一符后面 我们看这个条件 算出这个整个条件是成立还是不成立 是吧 是to还是force 那如果说to呢 当然就执行这个 否则执行这个 执行这个to执行完了之后 也会到这个下面来 是吧 这生意园里面太简单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 它翻译成的这个机器码 就是编译器翻译成的结果 我们来体会一下 也就是我们生存的执行程是什么样子 那么 大家看 目为X EUXX 这次X是相当于一个浪 四个字节的 你看我们X是个变量 是不是 它有个地址 这个号码实际上就是这个X 这个单元所在的地址 你看我们一个单元 它有门牌号码 这个门牌号码是这个 就是把这个单元 根据这个地址取一个数 送给EUX 实际上就是什么意思 把X里面的值 是吧 指令里面是给地址 指令里面用它不知道X是多少吗 你前面ScanF 或者是这个 这个另外一个什么 别的语句做酸出来的 我根本都不知道 所以说你给地址 根据这个地址 我把单元里面的内容取出来 送给EUX 然后CMP 大家想想看CMP Compare Compare 比较 EUX和里面的值 也就是X里面的值 和Y 是吧 这个单元里面的值 当然也是根据这个地址 取向里面的值比较 这个时候 比较之后 有个结果应该 是吧 你说我跟你比较 我跟你比 比的结果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跟你比什么 比个子高 我们把这个值的大小 我们把个子高 我比个子高 或者比个仔 或者我相等 我们这个结果放在什么地方呢 你看不到 你好像没看到 对不对 那好了 我们不管它 这个有个疑问 结果在哪 是吧 结果在哪 那我们再看 结 就是跳转 Jump Jump 跳转到 L 这L1是 小于等于的时候 跳转到 这个地方 小于等于 Lit or equal 小于等于 跳到什么呢 这个是个地址 是不是 这是个地址 就是像程序的 程序的一个位置 某个指定的位置 跳到哪个地方呢 55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 mo z是2 也就是说你看 x小于等于y的话 我们跳转到 这个地方 mo z点2 对不对 就这个 小于等于 跳转到z点2 否则呢 不小于等于呢 我们把这个 z的值 只剩1 是吧 负1 负1之后 还有个什么 Jump 无条件跳转 是不是 Jump 无条件的 这是没条件的 蹦到这个指定就跳 跳到什么地方 跳到10 5f这个地方 你看 这个衣服 整个分支汇合了 这个汇合了 我们实际上最关键的 今天要讲的内容 都补在这个 这个指定上面 关键的我们的问题 是这个问题 这个结果 要放在何处 这就是我们今天 讲的第五节 标志计程器 标志计程器 标志计程器在哪 是计程器在CPU里面 在CPU的执行部件里面 是吧 或者什么EAX EBX 这些东西在一起 标志计程器 执行部件里面 那么它是放什么呢 它把这个CPU的状态信息 是吧 然后印算结果 比如我们compile 比较 这些结果的一些信息 都放到这个标志计程器里面 那么这个当然我们知道 以前的是16V的时候 我们把它这个名字 标志计程器 我们也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做FLAGS FLAG 旗字 是吧 旗字 FLAGS 标志 32位当然叫做E 同样的 EAX AX变成EAX 这个EFLAGS 32位的 同样的也是 向上扩展的 是吧 跟AX往上高16位扩展 变成32位扩展 这个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EFLAGS FLAGS往上扩展了 16位 变成32位的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看我们把这32位画出来 每一位 这个每一位里面的值 可以是什么 0或者1 我们考试的时候 我出题目 CF等于多少 执行一个指令之后 CF等于多少 一个人说得5 得6 那是完全没学 你想看二进之位 012你瞎踹 有50%的事情 可能对不对 你完全不懂 就是完全不懂 你踹成0 踹成1的话 你至少50%了 那概率还是很高的 对不对 命中的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 你在踹5 你根本都不对 完全不懂 那么这些标准位 我们在这些标志位 我们很多 书章也讲得比较细一点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目前我们关注的是四个 这四个红色的 四个红色的 分别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它的英文单词 overflow flag overflow是什么 一出 一出 sine flag 符号标志位 符号标志位 zero flag 零 零标志位 carry flag 敬位 敬位 标志 那么它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都不需要大家记 不需要大家记 大家只知道 有这些标志位 这些标志位 要么等于零 要么等于一 就行了 是吧 就行了 就足够了 那么我们看看 它怎么设置的 是吧 你不是说一条指令印算之后 我们要设置这些标志位吗 我们怎么设置呢 是吧 到底是零还是一呢 如果说 这个我们看看符号标志位 sf 如果印算结果的最高位为一 结果的最高位 这都指二镜子 二镜子 你比如说 你说我算出来 比如说两个税加 等于八零 这个八零 八字 你说这是八呀 这是怎么最高位为一 八 我们要把它看得二镜子 是吧 最高位为一的话 sf 直腰 否则 就是为零 这就是三 相当我们看看 把它当作有符号数看 对不对 我们最高位为一 我们说不骂表示 数的不骂表示 就是有符号 就是负数 对不对 零雕之位 这个我估计大家 有点容易搞混 我刚开始学的时候 反正也是晕 倒不是老师没讲清楚 讲清楚了 只是说自己反应 反应不过来 没那么快 也就是说我跟他说 大家多念几遍 多念几遍 他就念熟了 如果印算结果为零 sf 5.1 否则 什么时候结果为零 比如说5间5 结果是不是为零 结果为零 zf 等于1 否则为零 怎么记呢 非常好记 zero 把这个zf 变成个问题 zero 或者这个结果是zero 你回答yes low yes 我们说是处 就是要 low 就是零 就这么简单 那么我们符号位 也是这样看 sign 有符号吗 yes 1 否则的零 下面的都一样 都是同样的规律 就是我们有时自写 也要去找办法记 是吧 那么移出标志 overflow 这个是很多同学不理解的 不好理解 你看看 计算机怎么做的 我们人是怎么看的 如果两个加速 比如我们做加法 当然有加速有减法 道理都一样 我们看看 先看看加法 如果两个加速 最高位相同 且结果的最高位 一直相反 那么就称 发出了移出 of.1 就是我们不是 两个加速一写 最高位 比如都是为0 都是为1 这就是说 结果 最高位相同 这个加速的最高位相同 加速的结果最高位反了 反了 原来都是0 现在变成1了 这个就叫移出 叫移出 overflow 否则 of是0 什么意思 如果最高加速 两个加速的最高位不同 一个是0 一个是1 那我加的结果 我管理的最高位是0 是1 我根本就不管 是不是 不管 另外一种 就是最高位相同 但是结果的最高位也与它相同 也没有移出 是吧 这是个安的条件 安的条件 书上有说 这是什么错误 那错误 实际上我不理解这个错误 我一般不说这个什么什么错误 这个说了这个错误啊 好像说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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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犯了一个什么 很严重的 就出现了个问题 实际上不是的 我们看看这个程序 大家就知道 这C语言程序 我们定义了 这个 三个变量 两个字节的 是吧 那么X3276 这个数字大家应该比较敏感啊 32767 是7FF 前F 对不对 32767比较少1 7FF1 然后3 Y是3 然后XZ等于X加Y 最后我们把它print出来 当然这个X 大家可以想到 是32766 Y是3 Z是多少呢 Z我们会写出什么呢 有个人说 负的3啊多少多少 你们怎么看 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它如果一出之后 就是它那个 在机器内的那个 二斤芝麻的最高位 应该没有了 就是好像没有了 然后就是后面的 所形成的 是什么呢 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来加加看 加加看 我们用16斤 用10斤子加你 可能得出 32769的问题 我们用16斤子来加加看 3 写在这 对不对 加 1加3等于多少 我们直接用16斤子可以加 加1.F 再加 是不是等于1啊 1 是吧 最后位是1 往前进位 0 往前进位 0 再往前进位 8 8 0 0 1 就是16斤子 加出来的Z 是8 0 0 1 好了 是8 0 0 如果我们把10斤子打出来 Z又是一个有负号数 它会是多少呢 你想想看 8就是100 这个用2斤子就是最高位为1 负数 是不是 负多少 我们把它全部求反 是不是 3276 这个答案已经出来了 是不是 就是这个 因为 这是001 这求反 这个会变成F 是吧 0的反 F F 这个1的反是1 再加1 SF 对不对 是7 8的反是7 875 7FF 所以是负32767 负32767 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天塌下来了吗 你说它错误 移出或者什么 天塌下来了吗 没有啊 还是程序跑得好好的啊 并没有任何警告啊 没有任何什么提示给你啊 是不是啊 也就是说 计算结果 在那标准位都设置了值 但是我们没有看 没有做进一步的处理 也就只是设置而已 是吧 那么如果说我们进一步的看这个内层 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X的位置 X的位置 7FF1 这是Y的位置 0003 然后这是算出来的Z的值 把这个值当作有复合数看 就那么多 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实际上如果说我们把这个Short 把它前面加个Unzine 都变成无复合数 那X也是复这个 Y也复这个 Z也复这个 我这前面加了这个Unzine 那么这个里面的东西 有没有变化啊 没有变化 计算机做加法的时候啊 一个Ad子令啊 它并没有说后面的数是有复合数 还是无复合数 它根本就不管 有复合数 无复合数 加的结构都一样 标准设置的都一样 没有任何差别 但是打印的时候 Printer结构的时候 肯定是不同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会把它 这里面的值 也就是8001 当作一个无复合数 来解码 来解释 那有无复合数来解释 是多少啊 就是应该是32769 这是我们把进一步的 用这个VC里面来看到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X的地址 Y的地址 Z的地址 大家看它还有 可以有规律 是不是 我们还 这是从这样来看 我们还可以直接看内层 把一段内层 把它拿出来看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Z 这个Y X 是吧 也可以都看得到 都可以看到到 也可以看到它的值 我们人怎么理解 这个移出啊 32766是个正数 30个正数 一加 加出来结果 Z是个负数 是不是 我们说 这就是移出 这就是移出 两个正数相加 结果为负 只观CPU看 就是最高位相同 都是0 加出来结果 最高位为1 这就是移出 overflow 是吧 负数是一样的 你看 我们一个正数 加一个正数 我们实际上 在这个一段 我们往前 再迈一步 迈一步 迈一步 迈到外面去了 外道过 我们知道是什么 循环 我们上次 发那个圆的 对不对 前往前走 再走一步 就到负数里面去了 如果说减法运算 大家想想看 会怎么样呢 这加法 减法呢 这个有时候 大家可以想得通 一个假如说 最高位 这个相同 减数的最高位相同 那么不管减出来 是正式负 皆有可能 是不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 3-5 5-3 最高位相同 减出来结果 不能正负 都是有 皆有可能 所以这个地方 肯定不会有移出 同样的一个正数 加一个负数的时候 也就是最高位不同的时候 加出的结果 不管是正次负 皆有可能 是吧 所以也不存在移出 因为相当于 底下一部分 底下一部分 剩下一部分 不管是生的负的 还是生的正的 都无所谓的 是吧 所以都不会移出 那么只有 在什么时候 会移出啊 只有说 你说一个正数 减去一个负数 对不对 正数减去负数 应该正的更多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说 变成了一个负数的话 这不对头了 比如说我3 减去负1 应该等于正四 是吧 应该是正四 应该是正的更多 所以说 这种情况下 就会移出 就是说 叉 叉 以最高位不同 本来一个正的 减去一个负的 应该是正的更多 应该是以 就是减数 叉 应该是以 以倍减数的符号相同的 现在不同了 就是移出了 overflow 大家直接 琢磨一下 那么还有 净位标志 净位标志 如果印算 你不是说 两个数一排列 要加 那我们就 一个个加这加 加到之后 从这个最高位 再向前产生了净位 再向前产生了净位 这个时候 CF 就是一 有净位 carry carry flag 为一 否则为零 当然如果是减法接受 就叫借位 就叫借位 不够减 不够减就要向前借位 是吧 大家不要害怕 这个移出了怎么样 借位怎么样 都不怎么样 你尽管设置而已 是吧 尽管知道这些 标志位怎么设置 就行了 天塌不下来 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 我们就知道了 为什么它塌不下来 你比如说 我说n等于8 也就是说 我们的数字 用8位 有符号数来表示 或者无符号数来表示 反正8位 是吧 反正8位 那我假设X是FF 全1 X2是3 是3 我们把它放到哪个像加 加 那1加1等于0 净位 是吧 1加1 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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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等于1 当然你这个结果 你说我结果放在什么地方呢 肯定应该也是放在一个8位里面 对不对 所以说 你说我算出9位来了 那对不起 只能放后8位 只能放后8位 所以说这个这边 前面产生的东西在哪去了 CF里面去了 这个位到CF里面了 CF为1 如果这个没有结果是0呢 那就CF为0 那么这个体实际做的是什么 实际做的是什么 FF是负1 负1 这个是3 负1加3等于正2 你看 这把它丢了就丢了嘛 这不挺好嘛 对不对 正2 负1加正3 就是正2 多好啊 这没关系 但是如果说是5符号数 你说FF是5符号数 3是5符号数 最为产生的净位 这对不对啊 不对了 对不对 这有毛病了 假的我们写程序 我们知道这两个是5符号数 最后一往前产生的净位 我们知道 这肯定是相当于是什么 已经超过了我们的5符号数 最大的那个值了 所以说5符号数 我们看CF就知道 那么有符号数来看呢 我们看OF就知道 是吧 我们一个正的 加一个正的 所以这个运算结果的最高位 反而我们知道 这OF出了问题了 是吧 有疑数了 这样看 所以说我们把人的观点 计算机的观点 我们把它对照起来 我们就可以发现 是怎么回事 计算机是非常死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大家一起来做一做 一起来做一做 现在我有X1 X2 也是8位的 下面要把它 两个数的补马 要把它求合 我们看看这个结果是多少 一个是 那两问哪 一个是求合 第二个是问这些标志位 是怎么设置的 我们一步一步 我们首先把X1的补马 求出来 大家写写看 X1的补马是多少 是不是很简单呢 你看这个正数 它有七位 前面应该肯定是加零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很简单 我们把它写下来 好了 这个写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X2的补马 大家算上看 X2的补马是多少 好 我们来看看 大家做的对不对 我们首先 第一步 X2这个负数 我们把它的相反数 也就是负X2的补马 写出来 是不是 就是像这个正了 正那么多的它的补马 然后再干什么 求反 对不对 求反 然后再干什么 加1 加1 好了 我们把它 这个X2的补马 也求出来了 做对了没有 大家做对了没有 对了 是吧 那好了 那我们把它两个一加 我们把它都写在这来加 大家加加看 这个1加1 等于0 往前进位 对不对 111等于0 往前进位 111等于0 往前进位 1 是吧 0 0 0 往前进位 0 是吧 0 往前进位 1 这就是这个结果 是吧 这个结果 那么SF等于多少呢 0 0 是吧 大家是不是一字同意 都是0呢 啊 0 0 0 SF SF是看哪一位 看这一位 看最运算结果的最高位 看这一位 这一位 如果为0的话 SINE 有符号吗 是负数吗 我们人来看是这样看 是吧 那不是 是0 所以SF等于0 所以SF等于0 GF呢 这个时候好像有不同的声音了 0 OF呢 Overflow 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overflow 这个我觉得我讲课的时候好像不用看书 我自己都不爱看书 你觉得是多少 你为什么 对 上你看我们直观上看 前面是个正的后面加个负的 正价负不存在移出 对不对我刚才说了 正价负不管最后是正的还是负的都不存在移出 相互抵合过 所以说最高位不同 最高位不同不存在移出 我根本就不看的结果 所以说overflow是什么 是零 CF呢 1 最后一个是什么 我们把它换成 这个 十进制来看 这个数是多少 我们把它转换过来 大家看101 这个呢 负93 这算出来是8 这个也比较好看啊 这是多少啊 这是6 是不是啊 16进度是6 是不是啊 6 这个是多少啊 5 65H 6636 96 96加5 就是101 是吧 这个同样的 这是5 是吧 这是5 后面呢 5 5反正就是80了 是吧 他后面还有13 加1加2 就是15 是吧 所以说就这样的 以外同样说 我书上可以布置作业 只有自己做了 做了之后 心里不踏实 老师我做对了吗 下面我就教大家 自己检验 实践 我以前上课 第一堂课就讲实践 第一堂课我们就可以实践 那我们现在来实践 很简单 大家看我的 有一个上级环境 是吧 我们最开始的是这个MASM6.0 6.0 6.0下面有 当然有 有什么呢 有编译的 也就是汇编程序 MASM 是吧 MASM汇编程序 然后还有一个Link 连接程序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调试 TD 这是两个公司的产品 我跟大家说 是两个公司的产品 TD是 波兰的 是吧 是Turbo Turbo是吧 Turbo C Turbo D 这是他的公司的产品 这个MASM 这个其他的是Microsoft的产品 是两个不同公司的产品 但Microsoft本身 它带了一个CodeView 但是我用起来觉得感到很别流 这个TD用起来挺方便 所以我们用了TD 有网上大家看 有人说 用这个环境 那环境 但是我挺欣赏 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个环境 为什么我们说 像这个直接用高级语言 甚至我们后面可以看到 用汇编语言写成语 可以写得非常漂亮 像高级语言那样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是要讲这个底层的 就是要和底层 变成底层的 对不对 如果还是讲高级语言的话 大家都看不到它本质里面是什么东西 那对我们这个课程来说 我觉得是不相称的 你看 看我操作 我操作 第一步 我双击这个启动 就出来这个界面 那么当然它这个有个Turbo Debug 我这个按空格把它随便削掉 对不对 我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 这个窗口呢 我们可以把它最大化 我们按什么呢 按altinter alt这个键和inter键同时按 把它变成最大化 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呢 大家可以揣一下 揣一下 这一边 你看 好像代码 对不对 好像代码 这个整个窗口 我看看上面写了一个CPU 是吧 写了一个CPU 这个看得好像就像我们的汇编语言代码 对不对 那大家想看这前面是什么 机器码 对不对 机器码 你这是符号的 是不是 符号的 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3183 这应该是一个值 你看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吧 3183 因为高位高字节 低位低字节 还有这个规律 对不对 所以3183在高面 83你看 就是这个机器码 是吧 你要的机器码 那么这再往前走是什么呢 想一想 地址啊 这指令放在什么位置 是不对 你看 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 这个指令 第一条指令 占几个字节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字节 它的趋势地址是 0100 也就是0100 101 102 三个字节 再下面从什么地方开始 103 这一个 二个 三 四 四个字节 107 3 4 5 6 对不对 四个字节 所以你看指令 它是要占空间的 它不是悬空的 这都是物理的 实实在在的 好 那么CS大家想的 这是代码断 代码断 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 看到的是什么 集成器 你看CS的值是多少 这边写出的是CS 但它还实际上有个 单集成器有个值的 这是它的值 这个大家看到 全部是16金字啊 都是16金字 是吧 然后这边呢 已经出现了 C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CF Carry 进位标志 Zero 是吧 ZF Overflow SF 这四个在上面的 我们关注的 暂时关注的 都在上面 这边大家看到 是计算器 是吧 AX EAX 这个怎么看不到啊 这个看到AX啊 我们还可以 你看 我们这个鼠标 是可以晃啊 是吧 换到这个地方 单击一下 然后按右键 它有一个 这一个 就下面一个 register的32bit 是吧 就最下面的 这一个 点一下 就是32位了 就是AX EBX 这些东西 如果你再点一下 是吧 它是相当于 这个切 两个切换的 这个计算器 那么下面这一段 实际上是 内层的一段 把它显示出来了 那么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是哪一段呢 实际上是 DS开头 偏移为00 这个下面显示 可以显示 任何的东西 你比如说 我现在要显示 CS开头 然后你要 00这个地方开头 你看我怎么弄啊 同样的 我把鼠标 换过来 点一下 你看我这个鼠标 在这个框里面 点一下 这个是不是变量了 这就像当前 这个被选中的框 被选中的框 是吧 如果我们在这上面 点一下 这个框 你看 框被选中了 这点 这个被选中了 然后我们按什么呢 还是按右键 按右键 出个菜单 在这个地方 有个GoTo 有GoTo 就到哪去 GoTo就到哪去 我们到哪去 我们到CS010 那个地方去 是吧 所以我们GoTo GoTo在什么地方呢 CS 然后冒号 就是100 这个都是 这都是16进子 都是这个 0100 都是16进子 所有都是16进子 然后毁车 大家看 这个地方怎么没变呢 这怎么没变呢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来观察一下 DS132D CS呢 132D 两个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 就是在我们目前 这个状态下 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说你说 我也可以说 到了CS这个地方 对不对 0100 那么这些值是什么呢 大家观察一下 0050A1 0050A1 D0268321 D0268331 A5 看到没有 一串连续的 一串连续的 是不是啊 实际上我就是我们 我跟大家说的一个抽象的观点 计算机里面都是0101 那么这个010到底当什么解释呢 那看这个指令 是吧 看根 在干什么 这个根指向哪 我们根现在这个根指向什么 比如说CS IP CSIP 我们如果说从直信指令 这个角度来看 给它CS 给它IP 那我就说 从这个地方 我把它当做一个指令 来开始解释 对不对 从这个0100这个地方 这个012算 从0100这个地方 我们开始解释 我们把它当做什么指令 来看一条条的 现在 大家看我做一下操作 大家看看 这个是AD SHL 什么MoveSW 这样的指令 你看我来操作一下 大家可以看 我比如说 我把它加1 IP加1 IP加1 那这个地方 地方单元都没变 对不对 IP加1 那我在上面 我们来看一看 GoTo CS 我在打之前 大家看到 这个IP 这个IP刚才是已经改了值 但是这个地方 这个箭头已经飞了 这个箭头找不着了 因为 100 它原来在这个地方 101在中间 它没有指向哪个位置 是吧 它不是个单元的开头 那我们把它 到101这个地方 看它过来了 从50 从101这个地方 开始解释 50 它对应的一个机器码 正好是PUSH 这个 N1 D0 26 也对应着一个 指令 看见没有 这个IP如果IP乱的话 大家想想看它是什么意思 从IP这个地方开始解释 拿一串出来解释 是吧 当作指令去解释 解释东西和刚才东西完全不同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 现在学习不努力 以后出去努力找工作 当然也有这样的老板 他很黑心 他恨不得别人做事不给钱 当然有一个人 他这个 这个一个聪明先生 这个很 很气愤 怎么这样呢 是吧 不行 我再教训教训他一顿 他就去工作了 老板说 我们这待遇 比较低的 他说行 他说我们也不要什么 他说 这个五金也可 五鸡鸭也可 五米面也可 五田地也可 都不要 老板已经高兴 什么都不要 好了 OK 签合同 这些东西要洗下来 洗下来 洗下来了 黑字白字 是吧 白字黑字 过了一个月 老板 给报酬 给报酬 什么还报酬 这不是合同都写了吗 什么都不要 不行不行 上法院 到法院 到了法院 你看 那个聪明先生说 他应该搞报酬 你看我们合同这样写的 五金 银也可 你不给金子 就给银 是吧 五鸡 牙也可 不给金子 给牙也行 是吧 五田地也可 是吧 五米 面也可 你总得给我 这些东西 是吧 你这些东西给我 是不是 这个说什么 实际上叫断句 我们是经常汉语玩游戏 就是断句 在什么地方断 停顿 IP 你看到没有 我们内层 茫茫的一片内层 我们怎么断 根在哪 CSIP 就是我们的根 我们的树 是吧 那么多节点 你看我们现在画的 逻辑上画的是有指针 什么东西 在内层里面哪有这些东西都没有 没有指针 有的只是例子 抓谁啊 抓根啊 对不对 把根的地址 你告诉我 我都花花的 所有都把它拎了起来 都拎了起来 这道理是一样的 是吧 怎么看都行 是吧 现在我们观念是 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例子 我们怎么验证呢 我们怎么验证呢 当然有人说 是不是我们要开始编程序了 我们不编 我们不编程序 那譬如说 我们这个 我们知道是一个加法 加法 是吧 那我们是110 这个0101B 是不是 我在这个时候 我可以敲 大家看我啊 我首先把这 我是字节 我把这个数 送到一个字节计算器里面去 譬如说 我就送到这个AL里面 是吧 我就可以敲了 我敲M 你看我敲M的时候 它出现了一个窗口 再敲到M就在这 M 干什么 OV M是不是 A AL 是我们的一个计程序 我们送什么呢 刚才送的是多少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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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0101 011 0101 0101 这是二进字 是不是 还要写个B 写个B 然后再回车 看到没有 变成了一个什么 木薄A2后面是多少 这个地方原来这个地方变了 对不对 木薄A2变什么 六五 这个二金字 我敲的是二金字 出来的是十六金字 你看还记不记得六五 是吧 101对不对 就是这一个 那好了 那我们接着我们敲第二条指令 我们敲第二条指令 我们把第二个数也取过来 我们放到AH里面 是吧 我们又敲M 你看一敲它又出来了 是吧 OV AH 逗号 后面是个什么数啊 是个负数 负1的1 11里1 对不对 负 叫什么 101 1101 B 回车 看看 出来是A3 A3 是吧 对不对 我们回忆一下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是负93 这个是我们要是用看的话 这个补马是多少啊 A3 对不对 这个还在这 A A是吧 106 A3 OK 这个编辑器看来还是做的对 对不对 你说我们敲DD敲进去 是二金字敲进去 花 它给我们变成了这个书的补马表示 下面我们要干什么呢 把它add我们看看了 是吧 add 我们又敲 A D D 比如说把AH 以加 或A要像加 回车 好 我们的程序就敲完了 你看我们三条指令就敲完了 但是敲完了之后 大家发现这个IP动了没有 没有动 因为我们刚才只是做了一个什么 就相当于我们输入程序 我们在输入我们的原程序 对不对 我们还没执行呢 是吧 我们没执行 下面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执行 看一看 按F8 这下面有提示 这下面有提示 F8 是吧 Step 一步一步的做 我们按一次F8 好像都看不见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65 你的65 什么意思 好 我们再来执行一个 对 有个同样已经说到AXA365 你看AH在什么位置 AL在什么位置 清楚了吗 对不对 好 下面执行加法 AD 加了之后 这个核在什么地方呢 在AH里面 是不是 AH里面 AH里面变什么 还记不记得 8 AL里面内容变了没有 没有变 看看标志位 C和我们刚才说的做的一不一样 C 除了C是1 其他这几位都是什么 0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实践 通过实践 验证了我们刚才算的 是正确的 对验证性实验 是吧 实际上实践是解验真理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无疑标准 有没有做的好不好 时间去看一看 是吧 有些同学说 看这个书 书上它也许写错了 某个地方有错误 你不要说 哎呀 这个怎么搞的 你去仔细想一想 它可能就有 有错误 对不对 这都很正常 这都很正常 但你要自己有这样的一个 实践的本领 那么 如果说我们写程序 我们会怎么弄呢 也挺简单 也挺简单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 这里边有一个这个程序 延程序 延程序 这个demo这个延程序 我们可以直接 比如说用机器门打开 用这个机器门打开 就是这个样子 是吧 所以我们一行 都可以敲 这个是全屏幕编辑 都可以敲 敲了之后 这个保存 保存之后 我们要编译连接 连接都很简单 你看 我演示 稍微演示一下 这个音形 CMD 是吧 这敲CMD的命令 就是相当于一个 这个 虚拟8086的东西出来了 一个多子窗口 是吧 多子窗口出来了 我们不太好看 我们把它 最大化 我现在这个环境 装在一盘 一盘下面 是在哪个下面呢 MASM60 这个下面 我们直接用 MASM 这样一个命令 然后后面打原程序的名字 比如说demo demo 然后加个封号 你回车 它就出现提示 这个上面没有错误 是不是 asambling demo 要是有错误的话 上面会显示的 哪一行哪一行有错误 那就去改 这就汇编完了 然后再link demo 这执行程序就生成了 然后下面就可以映性了 这就可以映性了 显示的好好用 好 当然这个 具体的 我操作一遍 不得于理会 具体操作 我希望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书 看看书 看看那个事件操作 书 下了这个环境之后 对着书 去做一做 这非常重要 那么和标志计算器有关的 还有一些指令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LAHF Load AH from Flags 所以看这个名字大家知道 Load AH 也就是跟AH复值 是不是 跟AH复值 从哪来复呢 怎么复呢 圆到哪呢 从Flags 它实际上是从Flag的第八位 Flag的最低八位 零位到第七位 把它送给AH 就这一个 这个LAHF本身是 后面是五操作数的 它的圆也很清楚 目的也很清楚 是吧 两个都很清楚 圆是Flags的第八位 目的是AH这个计算器 把这个值送到AH这个计算器里面去 就完了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指令 假如说 这个之前EF EFlags是这样一个值 那么AX的值是 后面是全F的 那么执行之后 EFlags本身的值是不会变的 EFlags原创数不会变 但AX的值会变 变成什么呢 会变成什么 对不对 对不对 大家想想想看AH的位置 AH的位置 STORAH 一旦能装 就能够 我能够跟你还原回去 就能够呈回去 对不对 这个想想看 大家想想看 这一对操作干什么 就相当于我们暂时保留标志进行器的第八位 把它先保留下来 这是反过来的操作 反过来操作 SAHF 同样的是后面是无超越数的 隐含的两个圆红目的都很清楚了 那么标志进行器还可以和堆战关联起来 就进战 出战 PUSHF 那后面一个操作都没有 PUSHF 把FLAGS 也就是标志进行器里面的值 这16位的进行器的值 压站 POPF 就是从站顶弹出一个字 把弹出的这个字 送给这个标志进行器 这个D16位里面来 所以32位进行操作 就是PUSHFD POPFD 后面都无超多数 就是 是吧 那么同样的这个PUSH的过程 大家想看 PUSH的过程是什么 PUSHF 它的过程是什么 首先应该是SP里面内容 减R 因为是 PUSH进了一个字 对不对 PUSH进了一个字 PUSHF一个字 所以是SP减R SP减R 然后呢 SS 乘以10H 加上SP里面的值 算出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 我们要访问 单元的物理地址 然后我们把FLAGS 这个D16位的值 送到这个地址 对应的单元里面去 这就是这个过程